驻美大使秦刚呢 28号到了这个纽约 然后呢当天就来到了这个华盛顿 来旅行来任职 那么到了之后呢 马不停提的呢 在昨天的晚上呢 他就发表了一番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也是 篇幅呢还不算短 讲了大概有个六七分钟 那么是全程用英文讲的 那么而且呢 他一到这个美国呢 也是发了推 说呢我来到美国了 那么他这个会亮相呢 也宣扬了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所谓的外交思想 那么这个作为今天第一个题目了 那么第二个题目来看看 就是河南的洪水 现在又来了这个南京的疫情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谈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习近平的这个集权体制啊 那么他一再的这个宣扬啊 这个集权体制所谓这个举国体制啊 能办大事情 但是呢这个小事情他办不好啊 而且总是似乎呢把小事情变成大事情啊 变成酿成一个大危机 那么这是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啊 就是来看看这个台湾这个总参谋长的候选人呢 那么这个张哲平啊 那么他的这个社共敌案呢 现在后果到底会有多严重 那么待会呢请嘉宾呢进行一个解读 第四个题目来看看 就是美军撤出阿富汗呢 北京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 那么立马呢 就这个热络起来了 那么关心的请到了北京 请到天津啊 请到天津呢 这个王毅呢 亲自这个招待啊 那么这一众人马 那么这也是 应该说是塔利班的第二号人物 阿拉达尔的帅团的来访啊 那么这现在呢是 已经是呢 似乎是 美军撤出之后啊 中共似乎呢 和这个美方的也有一种默契啊 因为这次这个舍曼副国务卿来访的时候呢 也是啊 谈到了阿富汗问题 而且呢这次呢 中国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的这个接触啊 美国方面是表示了欢迎的啊 那么这个是怎么去解读它 那么这是今天的第四个题目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 秦刚夫人 秦刚夫人 第一个题目啊 我们看看这个 说了些什么 说了这个 发表了这个英文的演讲 讲话 那么 应该说呢 也是 似乎呢 是想让大家呢 打消 它是一个对美事务 比较陌生的这样一个印象啊 因为它之前呢 主要是主管这个 李斌啊 主管这个欧洲啊 事务啊 做过这个啊 就英国的这个公使啊等等 那么这个呢 应该确实它对美事务呢 确实应该说不是它的这个 老本行 所以说呢 它是这个一来之后呢 立马呢 就发表一个讲话 我们先给大家报告一声啊 我来了 那然后呢 因为现在呢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人是空缺的 那么他的这个上任呢 确实也很有意思 一上任呢 这个我看中国国内的一些小粉红啊 又不高兴了啊 认为似乎认为呢 好像是这个啊 这个中国 这个低头了啊 先派大使了等等 那么现在呢 似乎呢 这个越来越有点 这个childish这种啊 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种评论啊 是比比结实 那么看到他说的这些话呢 我们觉得他基本上呢 还是就说要 也有外界也分析是这样的 就是说啊 他要宣扬的就是这个啊 习近平的这个啊 来要思想要把这个习近平的 这一套这个啊 思路呢啊 来放到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啊 任职期间的啊 这些行动当中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 先请啊 陈奎乐博士您进行一番解读 有请 这个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刚刚才知道 他刚刚到任了 秦刚大使 秦刚大使 他这篇讲话 看起来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什么 比如他讲 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 就不会关上 似乎是还比较属于比较缓和的语言 实在潮流大使所趋 明星所向 也谈到了习近平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然后 两次提到拜登总统说 拜登总统说 凡事皆有可能 然后说 美国正在拜登总统领导下 奋力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振兴经济发展 这些内容我们都不说了 就是些废话了 就是基本上 就是说看起来口气是比较的 所谓的比较缓和的 比较软性的 比较的像个外交官的身份说的话 这样一个东西 是和一般人过去讲到秦刚的背景 他过去负责的礼仪啊 负责的欧洲事务啊等等 似乎还是相当强硬的 姿态不同 当然最大的对比是 刚刚才举行过的 美国的谢尔曼副外长 副国务卿和中国的王毅外长和副外长谢锋 进行的会谈 那中共这次的这个口气是咄咄逼人 而且似乎有些有些口气说的话的风头甚至比那个阿拉斯加的话 还要强硬还要厉害 现在是总结这个一二三四 而且要给美国提出什么提案 两个提案要要求 然后那个又画底线 王毅画底线等等等等 秦刚 起码当然他是个比喻型的这个开始上任 说的科技的话也可以理解 但是对比还是相当大 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恐怕 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是对中国的外交人员的这个所谓的 他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的外交风格的解读 因为前任公认的是就是前任那个驻美大使 公认的还是说虽然是他也讲很多 崔强凯了也讲了许多英话 基本上他还算是比较温和比较务实的 就是说因为他含蓄的公开的批评了 那个赵立坚的这个发疯了 就说他指控美国的什么把病毒带到了中国等等 他基本上还算是就是说比较温和的 有人认为这是秦刚上台 就是习近平要把他的人马 他的强硬的或者代表他的基本外交风格和 他的外交路线的这样一个人弄上来 从大使的就任发言来看 似乎是还看不出来这一点 不过我们往下瞧吧 这个就任发言毕竟是一个礼仪性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目前基本上可以从外交上 中国的外交上刚才说到了刚刚举行的这个会谈 那个在天津的会谈和这个秦刚上任 表面上天津会谈非常的口气非常的激烈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似乎是采取公式的态度 但是呢在这个同时秦刚马上复任了 实际上在他们的底下天津会城底下谈的还是有这些务实的这些课题 包括恢复原来的大使 恢复这个两国之间的正常的过去互坏大使的 或者关系等等 我想这些东西恐怕还是在他们的讨论的话题之内的 也就是说这一次拜登上台以后 这一次天津会谈从表象上来说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他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倒是他回收到一个 想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比较正常的状态是讲比较而言是讲的是 这个拜登已经把基本的大格局组织好了 就是国际的大格局 他通过日本和韩国的首脑访问美国 然后他访问欧洲 组建了所谓的美英的所谓的新大西洋宪战 七国连七国首脑会谈再加上四国一起 然后再加上北约再加上欧盟 全部大家都众口一词的在所有的声明中 提到中国提到一边的中国 也就是说隐形的起码一个架子已经搭好了 一个包围围堵中共的圈子 已经搭好了以后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下 现在采取一种比较缓和的姿态 看来是现在拜登政府现在要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包括秦大使的上任 我想也是目前中美关系中间的这一环吧 虽然看起来前天津会谈的延迟非常激烈 但是目前看来 似乎是拜登政府要想采取某种 恢复某种比较正常化一点的关系 我的观察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陈奎德博士 那么接下来请教陈小平博士 您怎么看这个秦刚的这个道任呢 因为秦刚呢 虽然他这个 就说因为他担任过两次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从05年到10年这个两次 那么这个呢 确实也是这个 他被很多人认为呢 是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始祖 那么就说 就是从他那时候开始呢 这个与其是一天比一天这个强硬 那就是一天比一天这个 吃相一天比一天难看 那么这个 这样一个人物呢 又看到了他在这个李宾司司长 做外交部部长助理 或者副部长期间呢 却是大事小事 只要是习近平出面了 基本上他都在场 所以说应该呢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他的这个 习近平的人 那么这样的一位外交官 当然呢 他的这个强硬或者战狼姿态呢 可能介于这个两者之间吧 就是说 还不及这个赵立坚这样的这种 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吃相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发言人的这种姿态 那么 你对他的展望 作为这个外交 这个大使 上任之后的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展望 你也做什么样的评价 那个他是不是战狼 跟他没有关系 是有一个导演要他扮演战狼 那么他是不是战狼的鼻祖呢 这个帽子也给不到他的头上 那是因为有人要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扮演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因为他过去说一点话 不如某某间 对不对 某个赵先生 那么就说他比赵要温柔 然后在战狼里头比哪一个说话声音细一点 哪个说话声音高一点 那都没有意思 这都是分析这个中国外交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皮毛之举 真的没有意义 他这个到美国来呢 你可以看他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些大的线条啊 你别看他北京线那个谢曼跟那个谢峰两谢之会吵的一塌糊涂对不对啊 啊玩意那个样子要给他上课嗯 但是私下里私下里双方是有成果的对是不是啊 这个 情感来美国就是一个成果 那么你也提到就是中国这边的舆论的这个反应说哎 我们怎么就去了人家还没来呢 是吧 那什么意思呢 在后头啊 说明地方有交易吗 在某个意义上啊 拜登政府跟北京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啊 在打了这个一阵这个锣鼓喧天的开场锣之后啊 现在开始进入桌子底下开始这个进行某些意义上的这种啊 合作时期了 这个叫合作了 真的就是合作了 合作呢首先是要官方的合作 你大死都不刀刃你合作过鬼啊对不对啊 嗯 这个从川普政府的后期啊 这个 两国大死级关系就停摆啊 那么大死级关系之上也停摆了 因为那个时候川普没有心思搞这东西啊 所以说元首热线没了大死关系没了中美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冰点时刻 那么现在这个大死的道任是表示双方关系回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 嗯 接下来美国也会啊把大死拍到中国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啊就是两条线台上大家演戏桌子底下该合作的还是合作 那么现在这个行动我认为是合作之底成碑的一个事件 嗯 这第一个层次第二层次呢 就是说这个 中国的这些外交官啊 在北京呢扮演的是什么东西呢 扮演的是一个 严格中国人民看的角色 嗯 啊 万一说要给这个谢尔曼上课 嗯 是吧 谢峰啊 说你们好话啊 说尽坏事做绝 外交上 外交上俗话说到这个地方啊 这是羞辱性的外交啊 嗯 羞辱性的外交 但是你看看这个 秦刚到美国来啊 首先就到推上跟美国给给全世界人民发推我来了 嗯 这个人在机场啊 他的团队就开始发推了啊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推号一夜之间收获了将近9000粉丝啊 嗯 跟啊 跟了三个人 华春莹 赵立坚 外交部发言人啊 你指望 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 秦刚先生到美国来 他能发挥多少作用啊 他也没有经验 他没多少这个对美的经验 他贯彻的就是这个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国家元首的这个外交意识啊 在某个意义上啊 国家元首主导了对美外交 那么这个人是守守是身手没有必要 只要你在政治上对习近平啊 这个关系不错就行 而且我还看有人说他说不知道怎么算啊 说他离习近平最近的六个人之一啊 就是从某一次这个官方人员的这个排阵啊 排队第几位嘛 排在习近平后面第几位 然后说他是离习近平 应该是 他这个确实可能习近平用他用的也比较顺手 大事小事这个场合 我看的只要是设外的一种小 几乎都情价都在 负责礼仪 他负责礼仪嘛 他应该是站的比较全面 对啊 这个有一个照片嘛 就是习近平 川普在故宫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边上站的那个人 那就不是第六了 那是第一个了 第一个对 而且这个 而且好像还有一点那种互动的这种 很自然的这种互动呢 挺挺的 还带着笑的这个紧张 所以说他这个跟习近平的关系呢 是大家觉得因为外交部 像他这个副部级的人 能跟习近平有这么近的距离啊 确确实实不太容易有啊 在某个意义上增加了习对他的这个了解啊 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啊 那么这次来他也不负习近平的众望 给美国人带来了习近平主席的八个字啊 那这个八个字你就可以解读了 他什么叫做逢山开道 玉水 那你说这是比张罗丁温柔吗 你说比华冲人有华冲银温柔吗 但不就是走着瞧吗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啊 我们不要说谁温柔不谁不温柔的 一切东西取决于北京 而从现在这个大事情大事情看 我不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温柔的这个可能性 双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啊 真的中国内部的那种高层的这种斗争外交 外交部的战狼外交 中国民众已成的义和园民间外交 不可能营造出一个中美之间友好合作的一个气氛 再玩下啊美国这边 民主党你如果想靠太近的话 共和党那边给你没完 而且呢你马上就要中期选举 你能火热到什么地方去啊 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秦秦先生呢 这个逢山开道啊 你要开的道比较多啊 这个玉水架桥呢 这个你也的架的比较多 而且呢你这个跟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关系啊 办政治外交啊 到时候你这个技术就不够用啊 崔天凯我也不认为他不是战狼啊 在那个气氛之下崔天凯也 不会发挥战狼以外的角色 但是呢 在疫情问题上 他确确实实显示出了 跟这个外交部那些人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啊 这是崔天凯先生现在 最为大家啊 这个啊 吹起落到的那个那个金银落到的一件事情啊 他说那个事情是是疯狂 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崔天凯那声音是边缘声音 对 是吧 他当时说我信心当当的 我代表国家元首 现在我们知道谁代表国家元首 这是照理 他不太多关注 啊 现在这个中国的媒体在搞这个 追究美国的这个实验室责任的这个全民公投呢 啊 看 现在有多少呢 说是有三千万这个那个的 对啊 我们有网友问崔天凯先生怎么样了啊 崔天凯先生大概六月下旬的时候在这里告别啊 后来说回去要被隔离啊 现在已经隔离完了啊 隔离完了后呢 然后估计啊 人大政协啊 什么地方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嗯 嗯 那么崔天凯就完成了他这一代外交家的这个使命啊 崔天凯的这个离任 标志着这个中国只要外交官的时代的结束 这什么意义呢 啊 以后啊 一色的学外语的人啊 加上斗争哲学和战狼外交组合成一个中国的外交阵容 啊 全世界啊 还有很多大戏看啊 这些人啊 这个颠覆外交礼仪规则 颠覆外交的礼仪这个规矩啊 用中国说 用中国的话 我们不吃你这一套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以后啊 啊 会赡养多少这个外交上的这种闹剧 你看看吧 会这样的情况 嗯 是啊 这个好像现在 不管是从从上到下啊 那么现在整个都都是这种 就利器啊 到处都是可见利器 就是 就是昨天那个 我看前天那个羽毛球 这个奥运羽毛球赛场上 那个中国那个女运动员 为了这个 泄恨呢 就是说这种啊 发狠的 可能连说了几十个这个国马 啊 而且呢 对啊 啊 对呀 啊 这个这个 现在国内的气氛 我们很恐怖啊 这个 没有轻生感觉 但是后来看了一两个 我最近才注意到一两个细节 国内这个这个名气 他这个 确实厉害 一般有些人确实是可能是自发的 包括郑州的那些人是不是去 德国的 所以这个 这个情况 不过就基本上呢 我还是要说的是 外交啊 就是中 特别是中美外交 整个的中国的外交 他是完全完全服从 于中国的内政的 就是内政的 简单的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服从于权力斗争的 现在习近平 我们现在注意观察的出来了 习近平他在 他的整个的政治利益 在外交上就是要强硬 就是脱钩 就是虽然是中国全部都说 不能脱钩 习近平口头上也说不能脱钩 等等 但是他的政治利益 因为他和中共的内部 和他对立的 或者说他和他不一致的 那些派系或者是政治力量 他们在政治利益上 在外交的政治利益上 不同点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想有一批人 还想恢复到邓小平时代 或者是那种外交格局 然后认为要修正习近平 最近几年来搞砸了的 中美外交搞砸了的外交形式 而习近平在这个时候 他绝对不能示软 如果他一旦在某个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 或者某种方式上 承认了 我是我们过去做的是过头了 就像他前一段说的一样 大家还是要可爱可敬的形象 等等 如果他真正事实上的实践 这个他那种方法的话 那他在政治上就马上就开始 连锁反应就开始出来 他就会否定他前一段 整个的外交方针 整个的路线 那么他在政治上的生命 就要受到削弱 甚至政治上力量受到削弱 甚至在往下的二十大 他还受到某种批评或是攻击 所以说他他现在的全部政治利益 都是在要强硬的 对美外交强硬的 所以说这是包括 天津会谈的表现也是这样 他的政治利益和有些 中共内部的派别的政治利益 是不一样的 在外交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这方面是他没有退路的 他一定是会这样办的 所以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只要他在政治上没有被削弱 这个外交方针是不会变的 基本上 因为他涉及了 我这习的这个思路 是一个不可辨量 大部分是这样 但是美国这边呢 他的这个可变因素比较多 像拜登那个嘛 他现在 如果 中国成为一个 影响每个内部政治的 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的话 那么 当下美国这个就是包括线曼去北京 忍受这样一个收入之行 这个在某上都是为了这个进行危机的管制 你就像拜登为了这个达成一个所谓的联盟战略 他去可以跟这个普京磕头一样 他做妥协 那么现在 美国政治内部的这种变化 到了拜登去跟北京做某种妥协的时候了 这样安抚北京 让北京这个因素 不至于变成一个 不可控的一个 影响美国政治的这个因素 我觉得 这种考量应该比较多 是 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拜登这个考量啊 他也有他的可能是他内部的官员 不一定是拜登本人 因为他比你太老了 官员出的主意 就是说 他现在 摆下了正式以后 也就是说他的就像打仗一样 他的八角正 他的正式已经不好了 他已经有比较优势的实力的地位 实力的正式 摆好了以后 现在我可以做一个 比较软一点的 或者比较好一点的姿态 来和中国谈了 我现在在外交上风度也可以了 够了 在全世界看来 我也要和你中国习近平谈 但是我的架势已经摆得清清楚楚 而北京恰巧在这个方面 在真正的外交的布阵方面 他完全没有张法 或者是完全没有布好阵 我们待会会谈到的 塔利班这个都是他北京的 临时抓的一个事情来而已 所以说他站在优势的地位 他可以话说的比较软一点 这是外交上是应该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当然国内的政治 我们注意到这个共和党的政治 现在还是在批评的非常厉害 包括彭克奥先生 他对那个拜登的政府的外交政策 也做了非常多的连续性的批评 所以说这方面 他也是非常空间 还是非常小的 他即使是想 最近慢慢要 关系要走入正轨化 正常化 我注意到谢大 谢副国务卿 他说的话 实际上和那个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原来的副部长 画什么赢啊 赋赢 赋赢说的什么 近和关系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我们要 美国方面说 我们坦然的 很乐意的进行激烈的竞争 但是我们要管控这个竞争 要拉个护栏 不让这个竞争 进入那个冲突 然后呢 我们是也有合作的领域 那不就是和 不互于那个近和关系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说 他实际上这一点 应该是一个共同点啊 所以说这一点是 我想 中国方面看到这些方面的话 他可能觉得 我觉得他们这是天津会 在逼了门会开会的时候 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包括那个秦刚 到美国来 美国这边也不久要派大使 到中国去等等等等 这些恢复所谓某种 样式上的正常化 是可能的前景 或者可能他们讨论的主题 但是事实上的外交格局 当然是完全改变的 那是过去 不能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这是很显然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 我举个例子 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共和党那边 对拜登的压力啊 那边财政部长啊 刚刚说要这个 说这个关税的问题 要要要要要取消啊 然后那个莱特希子 我看昨天有一篇文章 嗯 就在反对啊 你可以看见就是这种 这种制约有多长 嗯 而且他这个民主党 如果弄得不好 这个方面 他就要在大跟斗 他的选举上面 就要在大跟斗 因为这个现在美国的名誉 也是非常清楚 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 很多这个前朝留下的政策啊 即使拜登不想要 他也不敢公开的 对啊 你像这个千人计划啊 这个 他 未必不想废掉 但是呢 现在没有废掉 怎么办呢 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大量的减少这个 啊 指控人数的数量 你可以看见那个曲线 啊 最高的时候 大概200人一年 一两百人一年啊 前后大概有200 现在你看今年一来 大概只有40来个人 我大部分是前朝留下来的这个案子 前面留下的案子 他自己可能 新案子可能并不多啊 另外你看见这个 这次为了谢尔曼去北京建这个面 他把这几个案子给放 给给给给给drop掉了 啊 那个 包括那个 谭娟啊 那个什么 他的身份 他的军人身份 那个都被测诉了嘛 这个背景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究竟他是 说了理由 没有为什么测诉 没有说理由 好像 这个因为这个起诉不起诉 在行政当局手上嘛 是啊 这都是很微妙的 这真的就是很微妙的这些动作 大家要看到 就是说他他不能够在啊 规则层面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他他可以通过他的这个自由材料 可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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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发生在谢尔曼区之前的事情啊 对对对 嗯 这就是红包啊 嗯 绝对是红包啊 做友好 做做姿态 那么现在就说 二位怎么解读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大背影下 比如说有这共和党的这种掣肘啊 这种约束啊 哎 这个拜登政府呢 是平平的这个放这个软招 这是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想这是 我正常讲这个也有美国的中间 美国民主党这边的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好像看起来 既然共和党压得这么凶 而且美国的民意高涨人 就是对中共的民意反弹的这么厉害 那么他应该顺着这个东西 但是所有的执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人 大家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前朝旧人 就是在奥巴马时期 甚至在克林顿时期 都是相当负责任的 外交官员 现在过去 奥巴马政府也好 还有更少的好 都受到了比较舆论的 比较普遍性的否定 认为那些政策是对中共看错了 失败了 或者怎么怎么的 这个是个大的舆论 但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还有很多在那里 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创发的 他们执行的 他们的政治遗产 他们的外交遗产 因此即使是说 包括坎佩尔 大家注意到坎佩尔的说话 被称为亚洲杀谎的人说话 虽然他在公开的长篇论文中间说 过去的engagement这个政策已经完结了 没有了新的时代来了 这个是官方必须要这么说了 或者他们也大体上这么做了 但是他在具体的 例如台湾政策 他还是要模糊化 或者怎么怎么的 就是说 因为过去这些政策制定 都是这些人做的 如果彻底的完全的否定了过去的外交 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外交 或者是更早的民主党政府的外交 那么他们的一生的政治生涯 他们的外交生涯的成绩 就等于是归零了 没有了 这和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不合的 所以他们能够过去 在目前的形式下 过去的东西能够保留多少 就保留多少 这是他们的政治利益所在 因此他们现在使用的这些人 虽然这些人现在使用的语言和过去 很不相同了 甚至大大不同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千丝万缕的政治包袱在后面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小平您怎么看呢 就是现在这种 应该说是 你看这个谢尔曼去天津是受辱去了 挨了一顿血 那么这个又送一些礼包 那么现在的这个台面下 你刚才也说到了 可能会有这个交易也有成功 我们看到 比如说这个待会谈这个阿富汗的问题 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你还要看见这个国安部长 在这个讲话 在新加坡那个 也是说的也是客客气气的 我们不寻求和这个 中国这个好军事背抗 那么这一系列的好像就说 你如果说仅仅是在这个 他用他这种行政这种手段的来 可以说是间接的 就是这种绕过的 或者说是一种 用一种变通的方法的来 来实现 或者说来实现这个拜登的某些意图的话 我觉得这个似乎也做了一点太过明显吧 这个就是说和这个大的氛围是 完全是 不合拍的 你怎么去看 没有这个 现在我看这个英文媒体报道 他就是要做一个 这个叫做一个保险阀 就是中美关系呢 这种关系之下呢 他需要有一个保险阀 这个保险阀和你就是说 这是两个轨道在进行的事情 他不至于冲突 就是各自在轨道上 各自不冲突 这种并行状态 他现在实际上想形成这样一种机制 因为前一段呢 川普啊 这个拜登打这个联盟外交 让北京感觉到啊 拜登在搞一个包围圈 是吧 北京有一种这个危机感 因此呢 他的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要要暴露 要这个本来他就是这个 习近平就讲了中华民族要伟大的复兴 要撅起来嘛 然后感觉你还敢包围我 所以这种心态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官方的这个宣传动门看得出来啊 那么现在这个圈子一搭完之后呢 这个拜登借助这个优势啊 就像我来跟你谈了 对啊 这种东西中国受不了的啊 嗯 原来是北京想谈啊啊 一直说我们两边要恢复谈 对不对 等美国要过来谈的时候 已经时过境迁了 所以北京现在横述的要说啊 这个要红要红包啊 要什么一类的啊 前面我们也做过节目 就是说啊北京那个官外宣一旦说 拜登见习近平你多少都拿见面礼啊 是不是啊 反正现在就是有点这个啊 有点这个乾坤颠倒的这种感觉啊 那么就说这个情形 现在就像拜登要去求这个普京一样的 他他就得给这个啊 独裁者绞死棍那个下跪啊啊 有些时候是这样 拜登这个事情他也干得出来啊 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啊 他可以妥协 那么国防部长这个这个司法部的案件 再到这个啊 耶伦的放话要取消关税 当然了这个戴琪跟他可能关联不一样 在内部也还是有分歧 民主党内部也有分歧 这些东西呢 最近都是北京不错的好消息 都是红包的这些消息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护兰这说呢 我就说这个应该是北京方面提个护兰 我觉得还还还比较好理解 这个美国先提出来这个似乎好像是害怕 有点这种确证的这种感觉 这个这个这个流行就是Guardel吗 Guardel这个词 对啊 Guardel这个词 他本身就是说要管控分歧 不要造成冲突 实际上美国的具体行动 在中共看来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逐步的往冲突的方向推啊 而且要激励开战 习近平不是内部讲话 不要上他当了 就是实际上是为自己不敢在台湾真正的动武 或者是真正的做事情做便捷嘛 就是说但是说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本来美国的前一段 这是所有的布局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一步一步的切香蕉 切香肠式的一步一步的 比如派军用战机到台湾一步一步的切 他就是觉得是你要往往那个方向走了 但是现在拜登政府清清楚楚的说 我们不寻求冲突 我们要管控 要这个护栏来把这个冲突拦在外面 绝对 这个护栏存在的核心依旧在什么地方呢 美国的内政大于外交 如果拜登在中期选举让民主党丢掉了众议院 那么拜登下 剩下的那两年就没得啥干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他是很很重要 美国这个政治周期又来了 他来了之后 所以说他现在他处理很难办 做非常大的调整对 这是大家要看着这个问题 那只要你对中国面子上 你要取消某个川普时期的这个行政令啊 你说那个 这个留学生的那个妻国防妻子那个东西 你敢取消你取消的话你你吃不了逗得走 你你敢取消关税看看 你取消关税 他现在就是那个罗罗罗 那个莱特希泽就就出来说话了 看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还要往下看 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或者基本的就是说 习这个因素在啊 这个所有的美国的这个 要想恢复稍微正常点关系的都走不得太远 因为习对他不断的制造事端 不断的刺激全世界 特别是刺激美国 要必须要对他一 他他做的事情都是 使自己不断的受到别人的刀剑挥舞打过来的这个事情 习这个人目前看来他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我刚才说了 他的政治利益就在这里 就像毛泽东的政治利益就把所有的其他的官员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受苦 但是他一个人的政治利益成了最大化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看我们来聊一聊 那我们亲爱问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